特别新闻报告 墨镜 潮幅 正式赌完何鸿燊三方大女何超营男友陈山葱 今天下午的只身翻杠可是不见超营了 难道 他们真的分着手啊 感谢师傅也会认 话说早前超营商在照片将爱情与金钱挂钩 集团出二人分手传闻 报道至超营分手后 飞往英国聊情商更在当地食物中毒 山葱及照朋友骨髓飞往英国送药买外卖 对超营大些殷勤求复合 超营都相当受落 据说还跟山葱飞往骨头牙 就是他们排队吃鸡的朋友之地 希望尝试美好回忆 但超营似乎觉得爱货男人 坚决分手 所以山葱这天就独自返港了 山葱啊有报道啊 诶 放下失败哦 是不是啊 失恋的山葱更被港媒贯称四十葱 失恋 失视野 失金钱 失形象 喂 那你们不会回TV拍剧啊 对啊 嗯 三次 知我来说想你回去哦 啊 三次没有公团 将来有事没人知道 那最近有什么大事 如果有你们一定会知道啊 你们清楚没有啊 你们要知道的吗 我现在这么大灯到来你们就知道了 看来山葱依然顺风满面 沿途还举行举着小心看路 又大方平货任记录拍照 之前又推山葱卸下巨债 等到今天还首带卡迪亚名表呢 山葱还放话自己在搞生意呢 之后山葱亲礼亲为搬行李登上座驾 指使九龙湾历经花园寓所 其实日前超云已在微博留言把山葱降格成好朋友 我和陈先生是好朋友 之前是现在是将来也应该会是 其实二人拍拖两年一直打得火热 更不时上载秦米照大闪恩爱 之前超云父母更是有肯准许山葱入门 但这次看来山葱好门梦碎了 但已有网民质疑 之前是好朋友之说 反而认为二人仍是恋人啊